放屁的真谛 作者梁文涛 你放过屁吗 屁好臭对不对 没错 你只用了鼻子去感受屁 而音乐人是用耳朵去感受屁的 他们有非常个人特色的旋律性和节奏性 但我们是否有用心去感受和用脑去分析屁呢 要是你没有用脑去分析的话 你可能会跟我一样 发现屁的意义是如何改变你对它的刻板印象 或许你会听说过医生去解释放屁的原因 而我们却没发现 它其实一直在我们DNA里在进化中忘却了的功能 没错 它就是求生功能 其实在我们的非常久之前 我们人类要为了跟比自己大的动物或者野兽追逐时 我们早就有这个超能力 反重力和爆发力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火箭是这样的设计 所以我们人类一早就可以靠放屁增加速度和弹性 蓝跳或者飞 而因为后来我们有了武器 所以慢慢我们不需要逃跑 慢慢的这个天生的技能被忽略了 再因为放屁带来的味道让我们觉得羞耻不礼貌 而我们抑制了可以对屁的大小 连续性 要不然我们多加练习 我们完全可以靠对放屁的调控 然后我们可以在跑步或者运动中增加动力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吃一下让我们总是放屁的食物 不是为了营养 我们原始时代哪里知道什么为营养 其实我们一直不断地吃 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个人类必须的其中一个求生技能 怎么样 思路开阔后 你明白你为什么总是放屁吗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重新学会放屁 而利用这个天生的超能为自己带来不一样的人生